我要给老师打零分 我要给我妈妈打零分 为什么 我也要给我妈妈打零分 为什么小雪 既然都是零分 说明你们都是不合格的老师和家长 所以 你们就要从童话王国里 小诗 不要啊 你们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明明就是你 妈妈 你看看 我这次考了六十分 我终于及格了 什么 才考了六十分 六十分有什么好开心的 可是妈妈 我已经进步了呀 我再一点点的努力呢 你看看人家小雪 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 从来没有让她妈妈操心过 再看看你 妈妈 我下次一定会努力的 下次下次 我看你的心思 根本就没有在学习上 每天就想着打扮臭美 不是这样的妈妈 我今天就要没收掉你的漫画书 还有这些选择 看你还怎么臭美 不要啊妈妈 哼 这些是我先给你买的试卷 把这些都写完再出去玩 那好吧 可是妈妈也是想让你好好学习 以后才会有更好的未来呀 小贝妈妈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小贝有进步 你却没有看到 还一直批评她 妈妈知道错了 对不起小贝 老师 你也是 太好了 下节课是音乐课 呀 容易可以上我最喜欢的音乐课了 这节课是数学课 拿出你们的数学书 哇 老师你走错了吧 这节课明明是音乐课啊 快期末考试了 咱们的音乐课取消了 以后音乐课都改成数学课 什么 怎么会这样啊 好了安静 开始上课 终于下课了 我好想去厕所啊 咱们接着讲 2加3等于5 下课了老师怎么还没讲完 对呀 下课了老师还一直在讲 好了下课 不好意思啊同学们 老师也是希望 多让你们学习一点知识 却忽略了这些 老师以后不会这样了 孩子们学习 也是要老乙结合的 一直学习的话 他们也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了 小雪 那你妈妈呢 我妈妈 小雪 你怎么还在这里看漫画书 妈妈 我的罪已经写完了 那你应该预习一下明天的内容啊 妈妈 我也已经预习过了 那再去做几张试卷 巩固一下 不要忘了 一会九点钟的美术班 十点钟的奥数班 十一点钟的英语班 妈妈 我真的一点都不快了 我每次都考一百分 我一点都不喜欢花花 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才感受 你还是给我帮那么多的辅导班 我真的感觉传不空来气 原来是这样 对不起小雪 都跟妈妈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现在妈妈知道错了 小雪小辈熊妹 你们还要一次选择权利 你们现在还要给他们打零分吗 我 我也不知道了 小辈小雪熊妹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我们知道错了 那我来问问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 我们应该再给妈妈老师们一次机会吗 觉得应该给他们机会的 就发送666 觉得不应该给他们机会的 就发送888告诉我们吧